字幕君 所以我要教妳一個三字口訣 對... 我是罵人的 不是... 叫 對 因為你去 對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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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 直接壓 我跟你講 它一定迴旋 一定會很痛 就跑掉了 所以為什麼要壓 壓 壓 就是慢慢壓 壓 壓 然後呢 停 停 停 放 放 放 要慢慢壓 如果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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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輕柔的話 怎麼講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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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輕柔 輕柔的講 對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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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停 停 停 我們大概維持1秒 來 1秒這樣子 連一個11為11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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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丁可能不能翻多久 對... 腦衝起來 腦衝起來 OK... 對 現在你要幫輸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剛剛講 就是我們的排輸 排輸 對 這個是最簡單的排輸療法 平常會是用這個幫卡丁輸 是 其實像有一些狗狗是 這種是有一些是書毛用的 但是你可以選比較厚一點 寬一點 那個叫做什麼 就像我們在 抓癢 沒有 不是抓癢 梳頭髮 對 有沒有 我們早上梳 我們在梳頭髮的時候 是不是有 人在梳頭髮的時候 是不是在這邊 順著 對 對 順著這邊 因為在它的脊椎的兩側 都是脊椎兩側都是很多神經 在寵物的中壽醫來講 就有很多血糖 所以你順著這個部分 多幫它刮一刮 對 你知道它之前是完全眉毛的嗎 就剃光 剃光眉毛的 它本來這是眉毛的 它在跟你講真的 你以為它在跟你講笑話 對 它上這邊 老師是食療把它弄好 對 它是真的啊 吃什麼 吃石穀米啊 節目不會給你講過很多次 我忘了 你講那麼多 怎麼會每樣都吃 對啊 它皮膚病非常嚴重 我後來給他吃這個 新鮮食材煮的料理 也有參考金爸爸的書 所以他全部吃新鮮食材之後 皮膚病好了 對 真的 尤其以養這種毛 可以知道毛變這麼漂亮 很難都沒有毛了 那早知道 POWER必須罰那麼多錢 真的喔 POWER 他就吃石穀米就好了 你說本來 大翔你說 他本來都跟你睡覺 後來臭到怎麼樣 就沒有毛 然後臭到爸爸 要把它趕出家門 你爸爸怎麼這樣 不是 聽說你還離家出種 為了這件事情跟爸爸就是 決裂 斷絕父子關係 比較有點爭執啦 沒有到決裂啦 對 然後那天晚上 沒有叫你那些同學 抬官抗議嘛 沒有... 就跟他爸爸吵架 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 任賊作婦 對啊 為了狗吵成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好一個讚 金寶寶寶刨說是製製兩分 對啊 好 好 今天很難得 黑人哥又請到T-Touch 是 現在是很盛行 而且感覺是比較神秘的 一塊專業 我們請LISA老師示範 好的 LISA老師 妳要幫我們示範的這個療程 T-Touch 是 其實T-Touch它的手法 非常的輕柔 因為像剛才可能 金寶寶講說 你要按到那個穴道 狗狗可能都 抽一下腳之類的 但是其實Touch牠非常輕 狗狗並不會有像這樣的反應 而且我們在 所以妳不認同牠那麼暗大 也不是 因為你知道穴道有穴道的療法 Touch有Touch的方式 剛剛去把肉在弄的時候 牠就一臉不屑的樣子 沒有 因為我們的作用的位置不太一樣 像是可能穴道的話 就是針對牠的肌肉穴道在作用 我們Touch的話 牠是針對所謂的 細胞神經的層次在作用這樣子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一下就是用妳的手 拖住妳的顴骨這個位置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手稍微幫妳自己支撐一下 然後帶著妳的皮膚 這樣子輕輕的話 一右四分之一個圈 我們就完成第一個Touch的方式 對 就這麼的輕 所以牠跟肌肉按摩 就是那種滾那種的 就不會不太一樣 這麼輕可以嗎 可以 因為牠是作用在 尺寸跟細胞上面 對 是 牠就是這麼輕 結果卻是這麼的有效 對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一般通常都會 從像肩膀的位置開始 從這邊肩膀 對 從肩膀的位置 對 因為這些位置 就是狗狗最能夠接受 而且最喜歡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手 就是這樣子順著牠的身體 這樣滑下來 對 然後就是帶著牠的皮膚 做移動 牠一天按幾次 牠可以就是你隨時想到 都幫牠做 對 所以牠也沒有說 我今天做一個療程 我要躺在那邊 20分鐘 30分鐘 都不需要 所以如果說今天你回家 你想說寶貝 卡利過來 我們來就是互動一下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的 幫牠做個幾個花圈 要做牠的手法 要沿著肩膀那邊下來 對 對 牠手 對 像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順著牠的 牠很爽 對啊 這樣子放下來 你用拔弄牠的 好可愛了吧 好可愛喔 有一點享受 真的耶 對 你看牠 牠在享受這個過程 對 卡利要不要來 卡利 妳要試試看嗎 來 T-Touch 卡利說 沒有吸 還是要比較厚 對 老師妳試試看 對 其實像這樣 我們其實就是跟狗是互動 不需要強迫牠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 站在牠的身側 如果可以的話 就稍微手就是 撐著牠一下 然後我們一樣是 帶著牠的皮膚做移動 而不是是在毛髮上面滑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就是 是整個移動牠的皮膚的 移動牠的皮膚 移動皮膚 不是毛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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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是說毛在這 然後我這樣子滑 這樣滑是沒有用 對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也可以再做一點 像這樣子耳朵的滑斧 就是像這樣子的 順著牠的耳朵 像這樣子 因為其實就跟人類一樣 就是耳朵上面 有很多的穴道 神經 我們多多幫牠做 耳朵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對於健康的改善 是非常的有幫助的 而且因為手法很輕柔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說 萬一牠今天好像 今天這邊不曉得會不會痛 或者是牠這邊 是不是有什麼內傷 你們會擔心說可能會受傷 其實Touch是完全不會有 任何的傷害的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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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接下來看服務2 好 好 好 專屬的營養師服務 針對牠的體質來調配 好 金爸爸 好 我們先送黑人哥 我的新書 對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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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惟老師 對 這兩本 這一本書都是 人跟狗口都可以一起吃的 親子餐 是 所以煮了一頓 就等於大人和毛小孩 都可以一起吃 對 因為一般我們 一般的概念就是 我們會把 就一輩的概念 就是會把我們所吃的東西 就直接給毛小孩 實際上這個是對他們 對 雞湯 對啊 雙腎 雙肝的 再是外面煮的 因為他們高油 高鹽 高糖 這根本就是食譜的是什麼 對啊 是 但是這個完全沒有加 任何調味料 可能是剛剛看到黑人哥 看到那個是有塗蜂蜜 對 但是蜂蜜 因為蜂蜜對狗狗的 腸味道非常 也是天然的東西 是 然後因為這些東西 都是經過一些 文獻上面所證實的 說對狗狗非常好的東西 但妳今天也帶來三道料理 對 今天帶來三道料理 這些都是狗狗都可以吃的嗎 人跟狗狗都可以吃的 人也可以吃 是 人吃的話味道會比較淡一點 對 這個滿關鍵 有些人吃的話 太淡他不吃怎麼辦 是 如果是 通常如果是我們吃的話 我通常會把它先煮完之後 盛一碗出來 這是狗狗吃的 對 再加料 對 我們在後面的時候 我們再加我們自己的調味料 加我們的鹽 或者是一些黑胡加這樣子 是 對 所以我們第一道菜 我們要就是做的部分是 薑汁牛肉飯 牛肉飯喔 是的 怎麼感覺在開食餐廳 狗狗可以吃 哈利牠也吃人食嗎 牠就是吃新建築的食材 我們也給牠吃狗食耶 所以這個讓牠試試看 好 大成位好了 先挖一點牠的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好 咖哩 咖哩 咖哩吃 為什麼你們的狗都要養養 牠一定愛吃啊 牛肉耶 這一片是什麼 我們可以吃一點嗎 我們的狗狗 我看吃了 真的好吃成這樣 因為牠是... 你不能給牠整 沒有 我吃看看... 因為牠吃飽了 哈利... 不吃耶 吃耶 吃耶 怎麼可以吃 可見的真的新鮮耶 咖哩很乖 那第二道呢 第二道來看一下 第二道 太大碗了 來 這是一點一點吃 這個 巧克力吃到好過癮喔 對 這是狗狗可以吃的 四神湯 可以嗎 太功夫了吧 可以 因為在... 你不要亂發明 對 我沒有亂發明 沒有亂發明 因為其實... 每天吃到狗狗洗腎了會不會 不會... 真的喔 那人吃起來 黑人哥你吃一下 你知道嗎 可以嘗一下 你為什麼要亂Cue呢 沒有啦 你要想吃吃飯一下 對啊 四神湯是老師的最愛 什麼時候變成我的最愛了 你不是喜歡吃一些內臟類的嗎 有啊 你在節目自己講過都忘了 可以喔 你說你最喜歡喝四神湯 我們炒一點 好...我吃一點 因為我跟我們家的咖哩也是 炒麵 湯 湯了嗎 狗可以喝四神湯 狗喝四神湯 但是咖哩都完 咖哩用過了 那咖哩用過了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真的滿幸福的 對 淡不淡 我好吃的四神湯 來... 來的 要吃吃看嗎 好不好 吃吃看好了 可以給我們一碗 你怎麼這樣子啊 沒關係嘛 大家卸了嘛 你要四神 他就把你這個拿過來 我看他會吃耶 可以耶 你看 飄了一個排骨就走了 他也是內行人耶 等一下 我很疑問 這是骨頭 他可以吃嗎 實際上狗 我們現在吃 我沒給他吃骨頭耶 OK 講清楚 因為我們現在是人跟狗 都可以吃的食材 所以當你在燉這些食材 放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燉完 燉完之後 你需要把肉肉跟骨頭夾開來 切掉 肉肉 對... 對 它的肉肉 把骨頭拿出來 請勿用碟字文 就是我直字做 我要坐車車 人家哭哭了 大臣表演一下 給卡尼吃 但你沒有叫他吃 他不會吃 卡尼吃 今天在這麼浮躁的情況下 有辦法完成 這樣一個安定的飲食方式嗎 這個時候我們就去上個廁所 好 你假裝 不看他 不要理他 不行 你要自然一點 他知道你在假裝 沒有... 我們繼續錄影... 我們不要理他 你要配合 他這樣很... 不是... 他不會吃 沒有 這是一個紀律 對 表演一下 我們繼續錄影他不會吃 他就真的不吃了 對 到他聽到你的自己的線 第三道 我們先講 會不會太殘忍 對 他一直在看他 對 太殘忍 大大小你要 好 你 我找 這隻手 吃 好厲害 聰明 有沒有衛生紙 我找了整隻手都 因為大大快 我們不會給他吃 他滿手的 你拍一拍 好 來... 你舔乾淨 你舔乾淨嘛 來 玉琳哥... 謝謝... 玉琳哥連狗都可以吃 對 你很聰明 你都錄到最後 可以 他都不會吃 你不用指示他的話 對 好 很好 媽媽滿意 對 好 這第三道 好 第三道 我們做第三道的部分 這個第三道叫做 冰糖水梨 這是因為卡公豬菜的 公豬水梨 他把水梨把它挖了 你真的太亂搞了 真的 會有重本 冰糖水梨 真的是人都沒有這麼豪華的吃法 人都吃不起這個 對啊 其實我們在看就是說 因為我學的是西方營養學 然後又受教育在中國的 就是他們寵物中獸醫的 這些營養學當中 是 其實一般我們去看中獸醫的話 我們都是給同樣的東西 只不過剛好我們今天所準備的 都是非常平常的食材 不是真正的所謂中藥 但是如果我們去看剛剛的 茯苓 蓮脂 芡食 實際上都是醫生會開的藥 對 那這個他要怎麼吃 整顆給他 這個 沒有 開玩笑 你笑黑人哥 對 玉琳哥還有幫你寫序 對 這個節奏怎麼會搭上 不僅狗愛吃 就連人吃了也會變這樣 錯耶 那味道會怎樣 還滿好看的 吃完會 會學狗叫 然後洛洛也吃了很開心 你看 好飽喔 開心是不是 開心是不是